在松江泰晤士小镇举行的上海首届婚恋博览会 吸引了一万两千多名青年男女和家长们前去寻觅姻缘 而在活动报名的初期 主办方就被女多男少几乎四六开的报名情况发了仇 后来是经过全市多家婚介机构的努力 终于是把男女嘉宾的比例基本拉平了 但是女性依然比男性多出了800名 那么现在的圣女为什么会比圣男要多呢 来看报道 今天的九号线成了通向姻缘的地铁 松江新城站一道潮水一般的人群涌出 转搭爱琴直通车前往泰晤士小镇相亲的人群排起了长队 记者看到队伍里头发花白的家长占了很大比例 其中更以女孩的家长为多 到了活动现场依然是男孩吃香的局面 男嘉宾巡员墙前的人数比女嘉宾的多出了不止一倍 这让不少女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感到压力 活动现场有个八分钟相亲的活动 男士一排女士一排面对面聊天 每过八分钟女士便向旁边轮转一位 要是聊得投机可以互相留下联系方式再接触 今年28岁的崔毅和母亲就在一旁仔细观察着每个男嘉宾 试图能够找到满意的男生 崔毅在一家银行任职 工作稳定 收入过万 家庭条件也不错 但就是难觅如意郎君 崔毅觉得自己生活圈子比较简单 再加上早些年时没抓紧机会 不知不觉自己就成了圣女一族了 不过尽管心里着急 崔毅和母亲都认为 有些硬件条件还是不能含糊 比如房子 崔毅告诉记者 此前她也曾相过亲 后来就因为房子问题黄了 学历高 收入高 要求高 像崔毅这样的三高女孩在相亲现场并不少见 年龄再大些就会被人家贴上圣女的标签 红娘们告诉记者 这样的女孩子经济和人格上都很独立 并不需要依附于男方 而且不愿意在找对象的事情上降低标准 随便凑合 不过一些准婆婆们觉得太强势太独立的女孩 似乎并不是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小姑娘们动地势气的吧 挂地 你这小姑娘太胸了 她女将人儿媳妇小姑娘我会死 我会死 她讲死了吧 而不少男士似乎也对性格独立 经济能力强的女强人们敬而远之 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收入不要很高 学历也不要很高 我觉得压力会比较大 对对对 我想找个大家能够在一起过日子 互相包容理解的 有一份报告数据显示 去年上海30岁到44岁的未婚人口当中 男性的比例比10年前是下降了2.2个百分点 而女性的比例却是上升了3.4个百分点 另外男高女低的择偶观 也使得很多人认为 所谓般配就是男方的条件要略高一筹 而这个条件又往往简单的和物质条件 画上了等号 这些都导致了圣女要比圣男多的这一现象 其实适当的改变一下固有的观念 或许就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